那么这周的周末热榜要和大家推荐哪些店呢 其实有一个共同点 大家看到我临了个小袋子来是为什么 有些准备工作啊 是要准备提前准备好的 你看 全部都做满 一个小凳子都没有 没关系 咱自己有 来 咱先做好 而且我跟你讲 除了这个小凳子以外 我还带了瓜子 饼干 以及充满电的手机 好 现在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排队了 好像刚才前面叫进去两桌了已经 哎呀 这不知不觉四十分钟过去了 我电视连续剧都看完一集了 哎呦你别说 这种小矮凳子啊 坐起来腰也挺累的 腿也挺酸的 我感觉真的已经过去很久很久 哎叫号了叫号了 还没轮到我 我跟你讲 现在上海很多家餐厅啊 少的时候排半个小时 多的据说三到四个小时都有可能的 那么这些餐厅到底有何等的魅力 可以让时刻朋友们等这么久的时间 本周热榜一会揭晓 今天中午我问我们编导说 一会我们要去哪呢 然后编导就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说回了中午带你去夜狱 但是我夜狱啊 这里人真的还蛮多的 怎么会是 难道我们今天美食节目变成相亲节目了吗 都是情侣关系了 你还明目张胆的来找夜狱啊 没有啊 你自己看是哪两个夜呢 夜请的夜呢 夜请的夜 对啊 是你们单纯 是我想多了 好好好 以前知道这家店吗 我开业第一天我就来了 第一天就来了 当时第一天排队的人有这么多吗 有啊 一排猛男啊 一排猛男 对 错过了呀 哎呀 今天啊 是来夜狱一家排队 排到你腿软的餐厅 你好 打扰你一下 我看看您的牌子好吗先 也是来夜狱的是吗 是的 哎呦 我看您站的好像都已经 都已经有点站不住了 感觉腿 有点挺软了一点 还OK了 站了多久了已经 一个半钟了快 一个半小钟 你看您现在是 还有等多二桌啊 我现在是68嘛 10桌 还有10桌 坐了多久了大概 大概一个多小时了吧 大概估计一下 还要等多久啊 正好A65就是我 已经叫到你了 哎呦 怪不得我看你拿包 这心情 脸上笑容都绽放出来 你今天来过吗这边 来过上星期也来过 上星期等了多久 上星期拿的号码 大概等了两个多小时吧 两个多小时啊 好赶紧吧 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十二点多了 十二点五十了 对的 快一点了 对 其实已经有点过了 午饭的时间了 是啊 还继续等吗打算 继续等 继续等 这是奶奶还是外国 是奶奶 奶奶 哦那奶奶等一个多小时啊 哎 对前面去逛了一会儿 没想到会等那么久 现在的话已经排了 两百三十五桌了 对 进去做了多少桌啊 进去做的 现在才做一百四十多桌 等于说还有将近一百桌没有人还在外面等着没有进去啊 对 那么一会儿就过了时间吃不到了怎么办啊 已经之前拿号之前就有个纳门解释过了可能叫不到 就这样还有人执着的还在继续拿号是吧 对 复排队不算过长假第一站 艳遇等位号二百三十五号 上班里游商场没开队伍已排开 这场艳遇拼的是早起 你看这里面 黑咕隆咚 哦气骂黑的 真的还蛮适合艳遇的 不知道里面吃饭的地方是不是也觉得 哦里面还蛮亮的 它的装修这属于什么风格啊 就是黑黑的 有点小形调的 不是特别看得清楚坐在对面的人长什么样子 特别适合艳遇的地方 你可不要以为现在坐在里面用餐的都是幸福的人儿 要知道这都是苦俊甘来啊 这几点钟拿的牌子 大概十点多吧 来过好多次但是一直没进来对的 今天就是等商场开门就进来了 今天就是十点钟商场开门就进来 然后等待一个小时 然后十一点钟的时候就进来吃饭 很早是多早 多早 开门就来了 开门就来了 所以我好像采访到现在 目前进来的这一波都是好像十点钟就来排队的人 对啊对啊 真的有这么夸张啊 真的有的 我朋友是下午两点来排队 然后晚上八点才能吃上 真的是中饭变晚饭的节奏 对的对的 商场还没开门 这家餐厅的队伍就已经排起来了 这么夸张的排队还能吸引到这么多人三番五次回头再来 午餐十点开始拿号 晚餐两点开始拿号 完全冒着吃不到的风险 一个小时都为了等哪些菜啊 介绍一下 那个三只小猪还不错 三只小猪在哪 小猪呢 小猪已经在胃里了 猪猪仔包 小猪流沙包 流沙包是吧 其实就是流沙包 但做得很好看 所以他们家在做货口很多的话 让您觉得还蛮有创意的 对对对 这个反过来我们让我们镜头看一下 哎呦我好害怕这个鸡蛋黄 不是鸡蛋黄 这不是鸡蛋黄 这个是布丁啊 是甜品啊 对对对的 那这个还蛮有创意的吧 对对对 这家店都还蛮有创意的 端上来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里面是芒果布丁吗 当时不知道 当时以为是鸡蛋黄 但是服务院马上就说 你以为是鸡蛋黄是吧 觉得这菜不错 这个 牛排是吧 他们比较 做嫩吧 比较嫩 做出来有点像羊排的味道 各种造型的菜肴 各种鲜物缭缭 如临仙境 这家店起源做的是厦门菜 到如今呢 早已经是融合成创意料理了 我觉得这家店啊 真的不愧是艳遇的场所 你看进来之后 被大家真的是做足了准备 所有人到这里呢 都要先擦擦手 吃过跳跳堂吗 好好吃这个 它下面是那种 好像是火龙果打成那种奶昔的感觉 但它上面铺了层跳跳堂 作为美食节目主持人 其实我也算吃过很多家排队的店 有的时候我就蛮不能理解的 真的花两三个小时 你就为了吃点这种好吃的 但是现在我真的是要拍着桌子 跟大家讲这家店 如果让我真的自己来等 一个半小时吧 我起码我是愿意的 因为他们家菜 首先外形上来说是充满了创意 然后有人说 长得好看呢 可能是噱头 但是里面好吃才是真的 就是它在做一些非常传统的 保留住那些传统美味的同时呢 它加了很多的创意在里面 所以就会让你吃的美味的同时 又吃的开心 不排队 不算过长假 第一站 艳遇